人家看趋势 苏家看长也到车峰 欢迎收看台股战略家 狼来了狼来了 这是狼呢就是美国 那美国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会让总统老师说狼来了 债务问题 各位过去你从2019年也好 或者是川普执政 那推动弱势美元 大幅举债 要让美国出口的一个竞争力上升 让本土厂商的竞争力上升 超发各种的债务 源源不绝的供应了债券 希望全球都来借美国人的钱 债务的上限不断的往上提 不断的往上提 不断的往上提 没有下降的一个明确趋势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像全世界投资人说 美债不会有问题啦 欢迎美国的债性很好啊 他都会贡献啊 不会有问题的 可是事实是真的一直都没有问题 还是问题还没有发现而已 所以市场又在猜测了 没关系 反正这个呢 一下子又解决了 不会有事的啦 不会有事的啦 所以你看到这一次的 参众议院的议长 很难催生喔 为什么 他们很可能要做出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 到底要不要让上限再往上跳 现在都要用一些特别的会计手法 特别的一些措施 让债务呢 不至于呢 失控 会不会这一波的黑天鹅 就是美债 所以英国呢 英国公债呢 也因为了英国的养老基金呢 已经对于美债的大崩跌了 已经事件了 他们会受不了喔 那如果美债真的不行呢 各位这一个重大的一个利空 可能你们要考虑进去 不是债务都可以永无止境的超发啊 不行啊 所以现在市场在给林总会下马威了 今天今天才1月13号而已 本来说下半年开始要 预期会升息 现在已经说什么 年底会 更正 下半年呢 预期会降息 现在已经放风声 放风味道了 年底 林总会要降息 那不是走回老路子了吗 资金又再次的释放到市场 这是不健康的 这是不健康的喔 所以你看喔 这些什么 再提高314兆 一直提高 各位 你可能不会觉得说 这个兆好像没有严重 反正过去也不会有事发生啊 这次怎么可能会有事发生 往往的危机都是因为 怎么可能发生 怎么可能 当时大麦空的主角 Michael Berry Berry 他跟投资银行签那些CDS的时候 银行告诉他 房屋的价格怎么可能会下跌 你是公的啦 警察不说你是白痴啊 你公公啦 怎么会在这个房价大好的时候 来大举放空 房地产会崩溃呢 是不是市场有没有他没有想到的 结果市场崩掉 他大转 他大转 至今他还是一个非常怎么样 有名的 独立的一个对冲经纪的经营人 他本身也是医生 所以现在会不会这次大天鹅 就是美债 你看美国的信念和信用 美国没有什么信念 但是他的信用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的信用很重要 一个国家的信用更重要 不要让美债 对于其他国家的投资人上市信心 所以为什么13号的时候 美国要叫日本来 要借钱啦 快点把我们买美债啦 急借我们啦 我们两个是利益共同体啦 你没借我钱你的帮啦 我会买他啦 所以这样这个状况呢 这是第一个警讯 第二个警讯 陈彭老师还是坚持 美元指数避过140 现在又大开始 又有人在做红美元了 都在做红美元了 非常好 我喜欢看到人在做红美元 我并不是什么美国的拥护者 而是就事论是说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台北股市缺乏能量 在台北股市缺乏重要的一个主流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如果还要相信说 台北股市会从这个15000点 直奔16000到达17000 扣关18000 最后直奔2万 你可能在这个时候 这个想法稍微减退一下 要稍微减退一下 目前的一个 美元指数多少 102.3 很多人说哇10 这边美元就是怎么样 美元就是准备代变 盘完整之后就要下去了 美元要贬值 因为联准会降息 这次联准会前所未有的 踩得非常非常的硬 就是他们在2021年 已经当过一次饭桶了 现在的2023年 如果再没有好好地把这一次通膨压下来 我告诉你 包尔下任不必什么都不必干了 没有人要找他 没有人要找他 在我们说话的同时 美元指数呢 持续在做一个上升 没人要找他做什么 你捕我这样都捕不好 你跟我们讲断战的 结果一个恶物战争 全面加息 暴力加息 然后在这一次呢 你又要受到市场绑架 你的独立性没有出来 所以他说 我有独立性了 我说这样就是这样 纵使我加硬码 好啊 你们去市场去认为说 我要降息 不要紧了 你讲你的 我做我的 所以现在的一个是债务跟利率 两边在对峙啊 骑虎难下 所以投资朋友 很多机构法人或者是个人呢 他们去做空美元 你看哦 2022年 各位看一下 这是周线 这里呢 你可以看一下 从2022年一大波 涨到快要第三季快要结束 从1月份 2022年一大波的美元指数 大涨 结果呢 我们的 我们的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做空呢 从2022年呢 一路上做空 一路被嘎 一路被嘎 直到这里呢 稍微缓解 做空的整体的一个 所谓的契约价值呢 就已经下降了 这是做空的啦 做空美元指数的 一个short position 就是做空的仓位 才缓下来 现在呢 又开始集结了 又要继续做空了 我们来看看 路是谁手 所以当美元呢 在这几天特别的弱势 让新市场整个都带动起来 不管是中国的 或者是台湾要过年了 一波的所谓的 一月行情往上谈 各位这里 你就要放轻松了 说没事啦 台股没事情啦 来我们来看一下台股 台股有没有事 台股没有能量 剩1500亿啊 剩1500亿啊 那台股店呢 台股店面临什么 卖牙 这里 这里反弹 6月份 再次呢 8月份 再次呢 12月份 还有近期的一个什么样 上涨的一个获利卖牙 从381买进的 这里要卖掉 所以你看到开始在震荡啊 开始在下跌啊 地区你又有更大的买 更加买去 再买上去 再推上去 再推一次3万54万张的一个台股店成交量 直接扣关 那我完全尊重市场 市场就没在怕 总補老师没在怕 市场没在怕 我没有在控制市场 但是市场他如果要说 我现在就是没怕 你准备啦 你做你来啦 你生息你做你来 我不要怕 可现在呢 剩一天过年 剩一天就过年了 要不要怕 我戒身恐惧 就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通膨没有那么好解决 你看看你现在周边的东西 是不是全部都涨价了 新市场都涨价了 输入到美国的货 美国不会涨价吗 进口没有进口的一个通膨吗 他不需要美元来压吗 美元在这一战不可以失去信心 美元在这一战如果失去了信心 接下来十年他不用干了 中国整晚打命了 这不是什么阴谋论 这就是两国相争 必有一死 美苏 苏联就败下来了 就改成俄罗斯了 以前的苏俄 苏联 苏维埃共和国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道我苏 我就叫中国站起来了 所以两边在修正 有这个地方 我们苏联没有这么的周旋 陈光老师告诉你 所以现在台积电你说台积电毛利率很好 没错 它毛利率很好 我以前就告诉各位了 它技术是很强悍的 但问题是股票就是需要有买盘才会上去 不是你前景看好 你前景看好 没有人要买 没有用 那现阶段牵扯到说 这资金要有人买 就是外资 那如果美元走强 外资根本不会来买台积电 纵使他很好 他也必须要把资金回流到美国 所以他为什么拜登要把台积电的港币拖去美国 就是这样 不是要窃取技术 而是 我这里我有一个台积电在这里 我有台积电的分身在这里 我比较踏实 那是一种心理作用 但至于说技术是不是要欧益 他倒是不会 我个人倒是不会 刘德英为何这样也没这么说 手高的手头 结果搶拖到他 这样就拖掉了 所以他也没那么笨 在商言商 一定会有很多诞书 你不能说你叫我来这开港币 我技术怎么有可能的事情 对吧 所以你在这一块如果思虑的周全的时候 在这里 陈宝老师今天正式把最后一档 长荣没有赚到 两三%出去 没有赚到两三%出去 正式清空 没有股票了 没有股票了 那原因就是在我前面所说的这些因素 当我们考虑进去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现在台北股市好危险 好危险 我不是我不是悲观主义者 我更不是放空主义者 但我是务实的主义者 这个务实 这些讯号告诉我说 你在这边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10 10成的力量来做多 没有办法 5成也没有办法 顶多1成到2成而已 顶多20% 没有办法在这里全心全意的来做多 所以今天谁来啦 还是一样吗 大盘有状况 电子股有状况 就是什么 就是这些股票 就是金融股 没有了嘛 金融股富邦金最强 国泰金最弱 国泰金比较弱 那富邦金是比较强 我们看一下 富邦金是比较强 2881 富邦金是比较强 半年线全部均线都站上去了 富邦金最强 因为国泰金的受险部门的 那个债券那一块 残险那一块 了解嘛 所以他现金真知嘛 当然 每一家都要现金真知啦 你只要有卖残险的 只要买疫苗险的 那个防疫险的 几乎都怎么样 都要现金真知啦 没过不过嘛 没钱 好得也没钱了嘛 所以你现在 变成说怎么办 大盘不能就Q金融股嘛 就这样而已 没赌 如果台基电上当 就要富邦金了嘛 可是整体你会觉得 你会 你会 有一个状况就是说 这些股票每一次的反弹 都跟前一波高点 都越离越远 越离越远 越离越远 你会看到这样的状况 那你看到 联发科也开始了 有压力了 有压力了 诚实数的大力光 反弹 反弹 中美金呢 很多人说站上 站上所有均线了 你等着看吧 我看谁要 看谁要大力买超 把它买上去 我告诉你 没有了 没有啦 现在涵的 可以搁多久就多久了 想要搁 要买的嘛 再卖嘛 左手换右手 右手换左手 再出托嘛 出托才会使 苦价 在横向整理嘛 而且这些股票 都在高档 你说 没有啊 这个很低的啊 玩弄成月线好不好 这还有一段距离 你有看这成交量 软软 这还有一段距离 还没结束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 我想各位投资朋友 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不能够掉以轻心 先先告诉大家的风海 你看 100块 不到 继续盘 继续盘 各位这每天都是挣扎 他在挠 让他100块 可以掉 100块可以掉 没得到呢 你没挂出来 倒停就没得到 你投资来也没效 自营商又不可能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 筹码站 想开机想劳动 只是说这个开机 是在一个人 还是存一个 还是结果就没了 所以现在挠这个基础 郭伯先生 真的贪得到 贪不上去得到 地区你去买生计股 你去买 洗股股票 那种整百年 也出来 看过 什么银帮 新高両借 那就有机会 挠一本 但那种东西 说下来就下来 说下来就下来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 我曾经告诉过 各位投资朋友 就是说 以义代劳 什么叫以义代劳 你这里越少出手 犯错的机会越少 犯错的机会就越少 所以现在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1500亿 要突破16000 我个人认为是有难度的 是有难度的 所以这里为什么 今天我们正式把所有股票都出新了 就是为了接下来年结过后 会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 陈牧老师不知道 但是我把我所观察的 透过节目 一五一十的告诉大家 希望唤醒大家的一个警惕心 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 这里的台北股市 可能不像各位投资朋友的 能够完完全全的放轻松 因为现在怎么样 我们正在升行 我们正在经历了升行的道路 还没有降息 只要没有降息 就不能够说预期要降息 就可以放心的做多 因为鲍尔压根都没有说 我要降息 或者是我们准备要降息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所以不要把通膨小看 小看了 你没有办法 在接下来这场战争当中 能够全身而退 再讲一次 没有办法 全身而退 一旦有出现 这里真的是反弹 要反转了 这老师第一时间告诉你 但现在我没有看到 我很实在地跟各位投资朋友 我没有看到 既然没有看到 我不能够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股票在喷 你就可以去追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我把你套住的游戏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横向整理 我就把你套住了 套住你舍不得买 投资朋友都是在盘整的过程当中 融资增加 投资朋友 你要记得 陈冯老师是一个 可以说是股市上的医生 在这里 我只能够告诉大家 保留 七成的现金 至八成的现金 接下来的局势 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别让自己成为了外资屠杀的目标 波动虽然恍下了 告诉大家 这都在历史的地位 都在历史的地位 我不是为了喊空 而是我没有看到任何有乐观的 乐观是投资人内心的事件 乐观是认为这里打底 准备要向上的 乐观是你自己告诉你自己 这里可以买进 陈冯老师 不这么认为 所以我将自己的一个 整体的部位 缩减到 没有股票 就是为了迎接 接下来 有可能的一个大波动 如果你对资产的增加 你对财富的增加 充满着疑惑 持续锁定 陈冯老师的台湖战略家 把每日 每月 国际间的事 国内的事 综合写来 告诉你大阪的方向 目前我不认为 一万五是一个底 会扣关一万六 让我们继续 持续的来验证 陈冯老师的一个说榜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还没有加入我TG 还没有加入我LINE 赶快来做一个加入 台湖战略家陈冯 我们明天下午 最后一次 农历连前的录影 再会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审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银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